看这 门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黑哥这是真的回了大自然了 美了吗 看这 这村口还有现身器材 整家一体化了嘛 对 那这全是太阳灯的路都弄了 可是连这乡村比咱们城里还好 连还有一亩三分地了呀 看这地多美 是呀 麦田边上 风吹麦浪 现在咱们就能感觉到 我小的时候唱过一首歌 什么歌 麦浪鬼鬼 麦浪鬼鬼 闪金光 一片一片白芒芒 这才有一个月的就闪了金光了 不是已经5月11号了 6月11号这 这弟弟什么都没有了 完了就该种种棒子了 对对对 这地方挺好 锻炼锻炼 多美 我没事也在这门口锻炼锻炼 和老妈现在全民运动 咱们叫全家运动 哦全家运动 我爸人家走的路人家是最爱运动的 我今天这运动这么剧烈 咱是不是今天得吃点 那饱饱饱的东西了 对 咱今天包的 包子吃吧 好像今天都没吃包子了 行你要吃这我就给你包什么 回家他开始收拾 给儿子包包子 看我我就喜欢过家 一身两嫂看我就穿着那个大耗子似的 哈哈哈哈 莉莉给我买的水这你说 对 看你行不多好呢 大家好 儿子想吃包子了 今天我给他做对包子吃 我先把面发上 盆中是1000克面粉 在面粉中倒入一袋酵母粉 一袋酵母也就是5克 再在面里加一勺白糖 白糖可以促进面粉发酵 蒸出来的包子更加鲜软 我将白糖和面粉搅匀 微水和面 40度的微水就可以了 先将面粉搅成絮状 面粉已经搅成絮状了 现在我下手和面 把面絮子和成一个大面团 今天这面和的软啊妈 看都能看出来 包包子的面要比馒头的面软点 我说你一天蒸中的包子 为什么那么鲜呢 原来那边放白糖了呀 对 面已经和好了 盖上盖子 让它醒发子两倍大 现在天气热了 估计一个小时就发好了 面已经发上了 去这个功夫 我把韭菜摆一下 今天吃猪肉韭菜馅的 儿子你今天买了多少韭菜 二斤多一点 买的可是真不少 便宜现在韭菜 多钱一斤 一块五一斤 哦倒是不贵 还行现在的韭菜还挺香 到六月的韭菜吃的就烧心了是吧 韭菜也老吃完了烧心 而且又辣又硬的韭菜 哦是的 吃这个季节咱赶紧吃 这就够了 我把这摘好的韭菜洗上一下 韭菜洗好了 我把韭菜放到这波落里空空水 我在用微水泡点粉条 匪条已经泡上了 泡这个粉条 用60度至70度的微水泡最好 过高的话 匪条容易发烂发粘 凉水泡的时间过长 这个猪肉需要先煮一下 我把它切成小块 容易酥 肉块已经切好了 切好的猪肉凉水下锅 锅中再放点葱段 姜片 倒适量的料酒去腥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锅已经开了 让猪肉在锅里煮20分钟 肉已经煮好了 我把它捞出来 凉凉 肉已经放凉了 我把它切成丁 这肉是不是又还要拿酱油炒 让一下呢 妈 拿酱油炒一下 就和酱肉似的 肉块的这种包子吃的特别香 尤其是爱吃肉的更香 肉价下来了 我今天买肉23 过年便宜多了 这便宜了十来块钱 看这肉价还能掉点吗 肉涨价钱就是11月2 涨价掉价你都没缺了肉 该吃啥就咋得吃啥了 那卖肉的都希望这肉价下来点 它也好卖 吃的人多了 对 这肉煮的基本上都熟了吗 这就有七成熟吧 这刀快吧 妈 这刀快 这刀真好用 这刀只要不剁骨头 它的肉不破坏了就好用 肉已经切好了 我把它装碗里 你看满满的一大碗 我再切点姜末 炒这个肉一定要放姜 姜放多了 这肉才能好吃 姜末也切好了 我把它装到小碗里 斐条也泡好了 我把它切成小段 这种红薯粉条 特别的筋道 包包子特别好吃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这粉条炒好肉 还要把粉条炒进去了吗 我记得 蒸包子 斐条必须得炒 斐条不炒 蒸下的包子就不香 那粉条先提前吸油了吧 对 做素包子也得先炒粉条 粉条全部切好了 现在我把切好的肉丁和粉条炒一下 锅中倒适量的食用油 起锅烧油 油温溜成热 将切好的肉丁倒入锅中 把它翻炒一下 把肉丁中的油脂煸炒出来 先要包包子 我在肉中加两勺 的香粉 翻炒一下 把它炒匀 再倒入切好的姜末 再倒适量的老抽 皮色 再加适量的胡椒粉 再加适量的胡椒粉 在肉中加两勺咸盐 一会儿菜里面就不搁食盐了 老抽有点少吧 包那么多包子了 那就搁上三勺 最后倒入切好的粉条 在粉条中再倒点老抽 增色 翻炒均匀 让粉条 除非吸收肉里的香味 看着油不自拉的 看着就香嘛 一会儿韭菜一拌 对 这种包子就是头锅好吃 如果放凉了 再回锅蒸一下 感觉口感就不如第一锅了 对 好了 肉丁和粉条就炒好了 现在关火 让炒好的肉馅冷却一下 我现在切韭菜去 最后我把洗好的韭菜切一下 今天的韭菜比较粗 我把它切的短一点 韭菜烧不好了 那就不要它了 韭菜也切好了 肉馅凉得太多了 我把切好的韭菜倒到肉馅里 就是满满的一大锅 今天你又开灰了 不爱吃 这包子谁都爱吃 我感觉没有不爱吃 呵呵 谁都爱吃 韭菜里什么也不放 肉和粉条里已经放了足够的调料了 这个包子蒸出来就是 肉是肉的香 韭菜是原味 好了 包子蒸就调好了 面已经发了 已经发成蜂窝状了 我现在把面放到案板上揉一下 案板上撒上面铺 将发好的面在案板上揉一下 排一下面里的空气 面已经揉好了 里面的空气排完了 把它揉成一个长条 做成两截子 烤熟 把它切成大小相同的剂子 面剂子就做好了 现在开始包包子 我来擀皮你来包吗 行 咱们就分工明确 自己动手吃的包子有成就感 这面真软 比饺子皮好感多 包这个包子 一个手不能动 捏菜这个手不能动 就是这一个手 右手把它捏折 捏折手 最好的包子是26个折 咱们这外旁 没有人家包的好 习主席吃的庆丰包子 这是咱们北京有名的包子 是不是因为习到打吃了以后 才出的门吗 不不不 庆丰包子就是有名的 包子已经包好了 我盖上笼布 让它二次醒发 这还能醒多长时间了吗 醒上五分钟就行了 天热 我感觉面拔得挺好的 对对对 你给大家把锅做上 好嘞 咱们开水上锅 行 这样省时间也 对包子醒好了 锅也开了 准备上锡蒸包子 笼布一定要暂时 这样的蒸的馒头也好 包子也好 它就不粘 毙子 今天咱们这大包子 我感觉这个笼也就能放六个 想放八个都做不到 咱们这包子比庆丰的包子大 咱这真才吃掉 这包子两块钱卖都得亏本 好嘞 开了 今天的面可是发的真美 天气好呀 在院子里发面 那太棒了吧 盖上盖子 包子蒸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是韭菜馅 蒸的时间长了就不好吃了 包子蒸了十五分钟了 现在关火 让它焖两分钟 目的是为了怕它预冷收缩 妈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等一下吧 你还差了两分钟 着急了吗 焖了两分钟了 哇 白胖白胖的包子出来了 蒸出来这么大吗 对呀 哎呀 我还说我要吃七八个了 我看看今天吃饭了 我就告诉你这大包子大包子吧 哦 这样 龙不上沾压水 这包子一点也不沾 对 看这包子多漂亮 包子已经蒸好了 黑哥现在实在忍不住了 赶紧端到庄赶紧吃 妈 哎 你这熬的小米粥啊哟 熬的小米粥 好长时间都没喝小米粥了 我喝小米粥拜火 来妈 吃包子 吃包子 看这包子皮多饱 老妈整的这个包子 黑哥的最爱 我先鸟个烤 哇哇的香呀妈 吃的你儿子都像手舞足蹈了 里面教点我们山西的老陈醋 更好吃 我还得要老娘剥了这油泡辣子 这样吃的才过瘾 这样的肉包子才有灵魂啊 再来点醋 开吃 你瞧这肉 儿子就是爱吃肉 哎呀 太美了 这 这肉都不敢掉下去一块 掉下去一块 你儿子会心疼的 这包子 我觉得我能吃八个 刚开始蒸 蒸出来我一看 吃上五个一大关 实在是个好吃 天天吃这包子都行吗 肉以后不要搅馅了 像老妈这样把它切成肉丁 做出来的包子 真的是超级的好吃 大家赶紧试一下吧 好吃的肉丁包子 大家学会了吗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黑哥的作品 可以在屏幕右下角 帮我点个关注 顺便再帮我点个赞 黑哥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